俄罗斯申请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资料图海外6月20日电 就在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久后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当地时间周三的20日表示 俄罗斯已经申请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21到2023届成员国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第一秘书贝多尔斯特与诺夫斯基 Fanestas Isovsky表示 俄罗斯想要继续在人权理事会开展有效工作 在人权领域保持平等对话与合作 为此 俄罗斯提议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21到2023届成员 据悉 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 于2016年10月28日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改选人权理事会四个成员 中国的14个国家 28日 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 任期从2017年至2019年 而俄罗斯当时获得112票 仅一两票之差 在于克罗地亚 未能连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 此前不久 于19日刚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这是华盛顿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和伊朗核协议之后 又一次拒绝国际多边机制 社会活动家们警告 此只将使推动全球人权状况的进程 变得更加困难 对于这次退群的原因 有媒体分析称 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去年曾表示 如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解除 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不公正待遇 华盛 对方面就将退出该组织 据了解 在小布什当政时期 曾以人权理事会 充满以色列的敌人为由 对其抵制长达三年 直到2009年 奥巴马当政才重回该组织 黑利在宣布退群后表示 将继续主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改革 在此之后 该国可能重返该机构 黑利保证称 退出人权理事会后 将在该机构框架外 继续致力于保护人权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现有47个席位 上中该组织曾发动内部投票 针对加沙地区的杀戮展开调查 并指控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 和澳大利亚是仅有的投反对票的两个国家 随后以色列驻日内瓦的联合国大使 阿维瓦拉兹谢赫特 表示 理事会的行为 是在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 海外网摇开红海外了